香煎马铃薯 材料有马铃薯三颗 调味料有盐一大匙 胡椒粉一匙 香菇粉少许 乳白菜 材料有大白菜一颗 番茄三颗 红萝卜适量 黑木耳五两 炸豆包三片 香菇四朵 调味料有盐一匙 胡椒粉一匙 香菇粉少许 黑醋一大匙 香煎马铃薯 做法是马铃薯削皮切丁 三分之一泡水 洗去淀粉 三分之二移入电锅蒸熟 将蒸熟的马铃薯压成泥 再加入所有的调味料拌匀 起油锅放入薯泥压平 开中火煎至一面呈金黄色 再平均铺上马铃薯块 并且稍微压平 再翻面也煎至金黄色就可以了 煮白菜 做法是将大白菜 黑木耳 黄萝卜切小片 番茄豆包切块 依序将大白菜 红萝卜 黑木耳 炸豆包一匙分别烫过 起油锅 番茄下锅翻炒 再放入清水 黑木耳 香菇丝 大白菜 红萝卜 豆包 盐 胡椒粉 香菇粉 一起熬煮 起锅之前 再淋上啼醋就可以了